歡迎收看健康最會王 生活好聚會 健康好簡單 我是慧文 我是瑪莉歐 瑪莉歐你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 像我們這樣工作 有時候壓力大 我胃的問題多了 我是說真的 為什麼我每次一講 你都狀況特別嚴重 因為本人今年四十六歲 我經歷過了很多 身體精神逐漸退化的過程 我經歷過了很多 對 我的胃其實真的是不太好 因為之前可能是因為 從事一些副業的關係 在酒吧工作 喝酒 可是我覺得我念書的時候 比較不好 比較容易 要考試的時候 我也有 我都有 你是故意要搶我的話嗎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本人父親是這個 在南部海軍官下擔任教官 我是眷村子弟 所以他們要求這功課 要求很嚴格 我在十六歲以前 是沒有在外面住宿過 全部都是帶便當 騎腳踏車 自行上下學的 我們也是這樣子 那問題是功課就是會打的 所以 對 然後我就是會壓力很大 是 面對這樣的情況要怎麼辦 其實現在上班族壓力 大概也會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對不對 沒錯 壓力每個人都有 對 那怎麼辦呢 這個怎麼樣 顧好我們的胃 就請到醫藥專家 首先介紹經營營養師余朱青 哈囉 大家好 如果你是大吃大喝 小心你的胃會找你算帳喔 還有我們最親愛的 預備 余將軍 大家好 對身體來講我胃滿重要的 好 好 先舞專家王建立 大家好 時間就是金錢 你有想過一天 你花多少時間在馬桶上嗎 是 還好 我覺得我一天還好 你是還好 我是超乎正常 我一天大概都超過兩次以上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吃什麼就消化什麼 基本上是一根腸子通到底 嘴巴張開就看到地板了 對啦 這樣到底好不好呢 我都 朱青這樣到底好不好 如果說你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也沒有太大的改變 其實也都還算正常 對 一天的上廁所的次數 一天兩次 或者是兩天一次 是標準的 其實都是還OK的 我的情況 不要再跟我說 你有一樣的情況 我的情況是 其實我現在就好了 可是以前我只要念需要考試 我本來不知道 我吃的東西很容易拉肚子 後來 對 後來我就乾脆不吃 我發現就不會要去上廁所了 沒東西怎麼拉 他這個是音樂廢食 不要學這個 是嗎 真的我問你解決 考試可以好好考 那正理我這樣好還不好 那其實要問一下 那你考試的時候容易拉肚子 對 那如果你一般上課的時候呢 不會啊很好啊 乖乖坐著 老師都說我好學 壓力 那就是緊張壓力一來 那這個壓力造成這個拉肚子 我都沒感覺耶 這個很麻煩 因為其實你會覺得肚子有點痛 然後接下來就覺得 好像有東西 你想出來坐不住 可是沒有 去上針的其實沒什麼 對 其實沒有 但你就是有那個感覺 那其實之前啊 我有一次參加一個婚禮 那這個很尷尬 新娘都已經穿好了 可是新娘一定很緊張嘛 反正不安 那爸爸也是老類縱橫 已經勾著你的手 已經勾好了 要進場 尤其這個新娘又是有才華的人 他也是叫我們憋個麥克風 等一下上去 講一些感謝父母的話 唱個歌 感謝一下父母 結果沒辦法 不舒服就找新娘來 是 那我就到廁所 因為穿禮服 你一個人沒辦法去 結果很不幸的 麥克風沒關 在廁所裡面的一些聲音啊 全部都被收下來 這個厲害 對 這個很棒 這非常棒的表演 經典 終身難忘 對 終身大事 真的要終身難忘 所以這種東西 你這個壓力要怎麼樣 去排解 其實是有方法 如果你的胃腸的問題 只是因為壓力造成 對 那比較好排解 其實我跟你講 所以我這樣是比較好排解的 比較OK 不算重症 那他的是重症 因為你不是肚子痛 對 拉肚子有兩種 一種是真的是吃壞肚子 肚子痛的拉肚子 跟你一不對 以上的時候 上了才知道是拉肚子 這就不一樣 對不對 我講到重點了 我告訴你 是半仙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剛剛講的壓力來講的話 的確是 如果一個新娘的話 有這種狀況的話 他的衣服穿得那麼華麗 很不方便 不過剛剛我聽那個馬力歐 你自己來講 一天三次 我覺得很正常 正常 在我的觀念裡 因為你一天 本來就吃三餐 對 吃的東西就要出去 所以非常正常 如果是 在我個人來講的話 大概是一天都是一次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當兵 當兵的話 那大概作息都是一定的 所以到現在都養成固定的作息 固定時間 對 固定時間 但是呢 每天的這個量跟產品的話 我建議各位 要回頭看一看 不行你是會出來 你的產品好壞 還要看有沒有品質保證 對 看顏色 就知道身體狀況 看顏色 看長短 看顆粒 對 這非常重要 沒錯 如果你出來的話 是跟養死一樣 有問題 對 如果是跟香蕉一樣 是好的 對 顏色一樣 硬度也要看 所以非常非常注意 你這邊講的真的是 這種觀念非常重要 這個我也知道 因為這個看顏色 還有看硬度 還有看它粘稠度 對 這些都是有透露出 身體的警訊 對 例如說 那個顏色太過於黑 代表未已經出血 未出血 對 這個是我 因為我有 我自己知道 你什麼都有 那待會就可以來朱青 可以好好的分析它了 所以其實這不是因為我們像 是升血壓力 如果升血壓力沒了 其實就可以回復健康嗎 確實是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的腸胃到正常來說 如果你從嘴巴吃進去到排出來 最正常的時間其實是12到18個小時 是 就應該要排出來 但是因為像剛剛惠文您是可能有壓力 其實我們首當其衝有壓力 影響的就是你的胃 對 因為我們胃是要讓食物能夠混合 消化的最重要的第一步 但是如果這個地方出了問題 其實後面整個消化就會打亂了 我們有一個例子 我真的無法想像 才20多歲 我們的苦主嘛 對啊 竟然要吃一堆這種有的沒的 跟腸胃保健有關的 對啊 真的很辛苦 我先來看一看他的腸狀 公司對月季目標是訂得滿高的 那主管的要求也很嚴格 那他常常也會因為壓力 就是影響到心情或是身體方面 腸胃不是吧 他就常常會跑廁所 或者是說他吃不下飯啊 有時候開會如果被主管訂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真的在會議中途 他就必須要出去上廁所 然後或者是我們出去拜訪 客戶的時候 他也會突然就是需要跑廁所 這樣就是有一點造成我們的困擾 我們有鼓勵他去看醫生啊 但是狀況的話 醫生好像就是跟他說是壓力的部分 需要他去減輕壓力 因為業績目標其實就是一直在上升 對他可能對於達到這一點會比較 就是壓力蠻大的 最近大概這兩個月好像有比較好一點點 他比較不會突然又要跑廁所 然後比較常 比較少聽到他說他肚子不舒服 頻率比較降低 飲食會覺得他食慾比較好 對 然後吃飯也比較不會常跑廁所 歡迎收看健康智慧王 生活好集會 健康好簡單 我是慧文 我是瑪莉歐 趕緊來歡迎靜萍 你好 你這個三皮飯 竟然三皮飯 營養不娘 營養不娘 還好啦 因為我其實胃緊張的時候 會吃不下 對 所以就是上班的時候 有的時候很多事情要處理 所以就變成說 我急著處理正事的時候 我就不想吃飯了 中午休息的時間也會緊張說 那件事情沒有做完啊這樣子 可是你這個狀況不會是最近 是不會經過 不會是進入社會才這樣 你是以前就會這樣 小時候從小就這樣嗎 對 可是因為大學的時候 其實比較舒適嘛 比較壓力不會這麼大 頂多就是上課啊 就功課比較差 對 對 上課啊就交作業啊這樣子 討論一些東西 比較不會像上班的時候 壓力這麼大 可是我剛好跟他相反耶 我是唸書的時候才會這樣子 就吃不下 可是我工作之後 反而越來越好 這是什麼回事 沒有 因為工作 你進工作的時候 你是平步青雲嘛 對不對 人生勝利主 人生勝利主嘛 我們很可憐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的目的達到了 我的目的達到了 其實我那個時候我跟你講 我讀書的時候也是 因為我爸爸會逼啊 會打 那時候是高中 國中是有體罰的耶 那個是這樣子喔 點考的時候真的是壓力大 然後也沒有心情吃啦 就吃不下 後來一放膀之後 確定落膀 腸胃就好了 就吃了很多 身頭是一刀 縮頭也是一刀 對... 一了白了 我看裡面的這藥罐子啊 對 因為我去 像我去日本啊 就是會去買一些那種保健食品 但我隨身都會帶在包包裡面 就是不管是出國 或者是外出的時候 有的時候跟朋友去吃飯或什麼 有的時候就覺得腸胃不好 不舒服 就立刻一顆 對 我就會立刻就吃個一兩顆這樣 然後就是找點水來配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我沒有辦法 我會很沒有安全感啊 因為你可能要一直去跑廁所 其實是很大的一個困擾 他這個已經變習慣了 他這個是變習慣 這個不行啦 像他這樣子應該是 真的是很嚴重囉 像靜庭的情況 因為我看他的身型很瘦 對 你起來看一下嘛 你起來看 不要故意的喔 你看瘦成這個樣子 因為你福利耶 你有沒有42公斤 有啦...45公斤 45公斤 這個就是3比8 對 3比8 像他這種情況就是比較典型 就是腸胃功能沒那麼好 營養吸收不良的一個問題 對 所以他會造成就是說 他可能吃不胖的問題 可能很多人會羨慕 但事實上你應該是會想要 他想要吃胖 但是問題是吃了營養素 根本就沒辦法吸收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辣掉的 沒錯... 而且我有觀察過 其實現在很多上班族 其實他們本身都有 慢性胃發炎的問題 但是自己不支持 什麼叫慢性胃發炎 慢性胃發炎就是 其實你胃底部 其實是有發炎的情況 但是你沒有很明顯的症狀 但是你可能常常會覺得 胃肚肚 然後食慾可能不是太好 然後可能吃一點點就飽了 或是有時候會容易有噁心 兩個一直點頭 胃脹氣這個算病嗎 還是說只是因為消化 胃酸怎麼樣那些 它其實都算是一種症狀 對 那其實必須要透過一些方式 包括吃對的東西 或者是釋放壓力等等 它會復原 但是現在問題是說 上班族工作壓力太大 他長時間的這種壓力 所以讓他的胃已經是呈現一個 慢性發炎的狀態 那你怎麼辦呢 像我之前就有那個腸胃炎 然後腸胃炎就去看醫生 其實拖了大概兩三個禮拜 那你滿厲害可以拖兩三個禮拜 因為我其實有去吃一些藥 譬如說去看一些耳鼻喉科 那時候可能感冒的時候順便去看 對不起 你剛剛說你胃不舒服 然後你去看耳鼻喉科 剛好感冒 剛好感冒 然後就會拿了一些腸胃的藥 拿了一些腸胃的藥之後 就還是沒好 後來就去看專門的腸胃科 那他是說要小心 可能會變成慢性腸胃炎 對 就是你可能兩三個禮拜都沒好 以後你的腸胃就是 一點點刺激 就會容易有腸胃炎的一個狀況 慢性這個東西才可怕 我要是 我寧可得急性 對 真的 對不起 這是個錯誤的概念 對不起 急性跟慢性 我會選擇急性 因為急性是可以馬上 他就是可以治療 可是慢性是很難弄的 對啊 不過我個人來講 我不曉得 我不能認識他 也不了解他的生活習慣 個人我的長期的觀察 包括我小孩的觀察的話 第一個 你三餐大概不正常 第一個 是 他點頭了 第二個 你平常你很年輕 藥罐子吃了太多 藥本身就是一個毒素 你不一定要用藥去治療 你的胃不舒服 第三個的話 就是你早餐一定要吃 這個三餐時間要定 對 第四個呢 我是建議一般年輕人 都喜歡吃宵夜 宵夜少吃 對胃腸來講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對 所以我現在 這個年紀 我沒有吃宵夜 以前我在當班的時候 一當班到十一點多 就會餓 後來我就把這個習慣改了 戒掉 所以戒掉 所以這個胃腸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平常你養成的 如果你早餐有吃的話 我相信不會那麼瘦 因為我幾個孫子都很胖 早餐都是我自己幫他用 早餐最重要 你是不是有挑食 我不曉得他早餐也沒吃 我不曉得 挑食也不行 但是是因為吃不太下 就是你吃幾口之後 就想要把它放旁邊 因為就是工作的事情一直來 你會想要先把事情做完 然後好好吃 對 就是已經沒心情吃了 就是可能吃個幾口 胡亂吃以下 就是早餐都會放到中午 對啊 甚至放到下午 那下午有的時候餓的又再吃 可是剛剛余伯伯有講 這時候吃藥其實不是特別的好 那如果不舒服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輔助 其實像林小姐的狀況 已經是拖比較久 比較複雜了 那其實如果一般大家有偶爾 比如說突然有個考試或壓力大 胃不舒服的話 其實像一般比較流行 有幾個有用的好方法 隨時隨地都可以做的方法 就有不同的呼吸的方法 用呼吸就可以改善 因為你的來源 你的病因是因為你緊張 對 那你緊張的話 你要去調節它 然後不緊張就沒事了 那我們一般有時候在這個 看國外影集常看到 他們就緊張 亢奮 有些人緊張到手腳發抖 害怕的時候 他們拿一個紙袋 或者塑膠袋也可以 但是塑膠袋你就不要蓋 在你的臉上不要蓋太緊 怕沒有 就照住你的這個口鼻部 然後對著它呼吸 就像正常的呼吸 對 因為有的時候你緊張 我在考場上有看過這樣 對 因為你的身體裡面 因為你呼吸太急促了 你身體裡面二氧化碳太少 對 那你就把它這樣照著 來這樣多呼吸幾次 你就可以心情比較穩定 所以你小時候 我 你指著我 你考試就不用跑廁所 可是我當下找不到 那時候哪有那麼多袋子 我還隨身攜帶個袋子 你就隨身攜帶個袋子 不算作弊吧 應該可以把答案寫在上面 對 這個是我跟瑪利歐 我們應該會這樣 所以這個是可以 可以降低壓力 對 比較緊張的 讓你心情比較平穩 其實這樣也是 那如果沒有紙袋呢 對啊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用 複式呼吸 複式 對 因為我們一般的呼吸是胸腔呼吸 胸腔是指胸部這裡 就是 因為我們呼吸其實有兩個部分 要做動 一個是我們的胸腔 肋骨這邊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橫隔膜 我們 你要不要測一下 他現在好明顯喔 對 現在這樣子都是我們 一般平常都是用胸腔呼吸 就是你看到 這是胸腔 胸口有在起伏的 這是胸腔呼吸 如果是複式呼吸的話 是胸腔沒什麼在動 肚子在動 因為他是用橫隔膜來呼吸 然後我們來 瑪利歐這邊示範一下 這樣對嗎 那因為他這樣子他會去 他這樣的活動 需要到這樣子嗎 他會去調節 調節到你的胃 調節到你整個內臟 你有比較輕鬆嗎 比較放鬆的效果 打嗝 一打嗝脹氣就好 真的還假的 真的 而且其實胃的問題 像剛剛不是講到 看耳鼻喉科 不要覺得很誇張 我之前胃不舒服 我之前胃也常有狀況 真的去看耳鼻喉科 因為我常吐 真的胃狀況不好 你吐 吃 喝 你吃到比較刺激的東西 或者喝酒 馬上吐 那吐都 大家有吐過都知道 喉嚨會很灼熱 會灼熱 對 鼻子有時候也會很灼熱 那日子久 你說一個月吐一次 那不會怎麼樣 那如果你一天 吐個兩三次 你腸胃炎的時候 那就不行 那你的胃腸 你的胃腸有問題 你鼻子 喉嚨 都會連帶的 都會發炎 因為我知道 吐這個動作 其實就是胃部在筋軟 對 就像個水袋 一直在擠就出來 把東西從上面擠出來 對 可是 我們胃部其實 連接小腸是幽門 然後連接上部的食道 是噴門 所謂噴門就是 一打開它就噴出來了 對 所以 吐的這個是一個反射的動作 那跟它吃的有關係嗎 因為我覺得它怎麼感覺 好像在吹吐減肥 嚇死人 沒有 不會有一陣子 其實就是不良生活習慣 熬夜 喝酒 對 可是尤其喝酒 沒有人喝酒配白飯的 對 一定都是油的 辣的 鹹的 對 就刺激的 那你這樣長期下來以後 你有的時候 尤其我們以前吃麻辣鍋 麻辣鍋我們還 麻辣鍋吃肉片你就遜了 那要吃什麼 要吃白菜 那個才吸油啊 那個不是得了啊 而且要一開始 一入作的時候先下去煮 煮到大家吃得差不多飽 那白菜都撈起來吃 那都是辣油耶 那個吃喔 年輕的時候逞強嘛 你不敢吃 這個不行 吃不用幾口 人錢很猛 你看這些沒膽的 你看我吃得多好 馬上去廁所做 不行啊 那個吃完第二天雙食國慶啊 放煙火 上下都很忙啊 到底是因為我們吃進去的東西 造成我們腸胃不好呢 還是有什麼樣的原因 怎麼樣再顧好我們的腸胃 就請下我們要講的東西 歡迎收看基因小教室 你想要成為貝多芬或莫扎特嗎 驗驗你的DNA就可以知道有沒有可能 我們人體有23對染色體 它掌管身體各部門的運作 其中第四對染色體上面有一個 SNCA基因 它是掌管你的音樂與創作的能力 這個基因呢 它也可以透過後天的環境去激活它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音樂的天分的話 靠後天也是有機會的 歡迎收看健康智慧王 修火好機會 健康好好簡單 我是慧文 我是瑪莉歐 剛剛我們提到那麼多 我覺得是應該都是 吃出了問題吧 對啦 這個都是病從口入啦 確實是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是因為吃錯東西 才會照現腸胃 還有那個是不吃啦 對啊 不亂吃 因為我們發現就是說 很多上班族壓力太大 都很容易會有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其實 對 因為胃食道逆流其實就是 你胃部已經消化不良 所產生的一個反應 那那個一天二三四也是嗎 這種也有可能 它那個是害羞 吃了刺激性的東西 對 應該是前三個月不能說啦 對 還偷偷去吐 好 不要亂了啦 我看一下味道造成哪些 所以我們稍微講一下的話 會造成你胃會有一些問題 大部分都是吃了一些不對的東西 是 會有刺激腸胃的食物 辣的 剛剛講麻辣白菜 辣的 其實醃酒 太酸也是 米酒泡飯也是 醃酒 還有包括像胡椒 咖哩 胡椒 其實胡椒跟咖哩這一類 它也很有現象 白胡椒 黑胡椒都是啊 是的 然後再來是容易產氣的食物 例如 例如像黃豆 牛奶 這是地瓜 地瓜 地瓜也會 墊粉呢 墊粉 對 很容易放屁 然後再來就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 又來是什麼呢 例如是什麼 拖鞋 圖釘 這誰會吃啊 這都是食物 他會吃 塑膠袋 但那個要手術了 我們要定義一下是真的食物 好啦 對 那食物的話 例如像竹筍 竹筍不易消化 它的纖維比較粗 金針菇 金針菇還沒有消化 就是我們一般吃的金針菇 有些也是不好消化的 我都想說這可以幫他 糯米 糯米也是不好消化 這個人是來鬧的嗎 還有一些動物的 動物的精膠 比較粗的一些纖維 例如像牛筋 如果燉得軟爛就可以 對 但是就沒有人吃生的 不夠軟爛的話 其實它是比較不容易消化 真的啊 我還想說那可以補充膠質什麼的 確實是它可以補充 但是要看人體能不能消化 因為胃部它其實是一個機械式的運作 是 你想想看看如果越Q 像剛剛提到的糯米 糯米 糯米因為它是脂鏈澱粉 它的那個分解 腸胃道消化的消速比較難 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種類型呢 就是它比較容易腹瀉型的 腹瀉型 對 這種腹瀉型呢 其實它的纖維量 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 並不是纖維越多越好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像竹筍纖維含量是比較粗 它這個反而不容易消化 反而會容易造成它有腹瀉的問題 是 這個我 對不起 我這個第四點 我還真的是 我以為是多吃纖維就好耶 我也是這樣覺得 芹菜啊 那些 不是 毒損 都在你的裡面 對 如果說胃部 就是消化精神比較不好的人 其實也要 我們都會建議要吃溫和的飲食 所謂溫和的飲食 就是這個食物本身 不會有太多纖維 也不會太粗 也不會太刺激等等 可是這樣聽起來好像沒有東西吃耶 老師 那我們 如果說真的是細嚼慢嚥 這樣就可以了嘛 多嚼嚼慢慢吃就比較好 不要說狼蹲虎厭 這樣子對胃都不好 一定是的 因為你嘴巴有經過機械式的時候的話 相對你胃的功能負擔就會比較低 對 是的 他那個還是看因人而異 因體質而異 對嘛 所以還是可以輕一點對不對 對 因人還是可以 對啦 你講那個胡椒 花椒 辣椒 或者是麻辣鍋 你說四川人他不吃這些嗎 他沒有拉肚子 對 就是看個性 看體質 他平常的生活習慣 如果他生活習慣不是吃辣椒的 就不要去碰 一次就OK 一次他馬上就見笑 如果他不常常吃這個東西 所以你每一種飲食要平衡 你可以把每一種食物 在你的胃腸裡面 在你體質裡面 都可以達到平衡 在辣椒來講的話 辣椒是對身體最好的一種食物 除了對眼睛不好 維生素A 其實維生密度非常多 就是你有的人吃得太辣的 他會想 你少吃一點就不錯 你像我的那幾個孫子 現在我就叫他吃辣椒 你這樣有食證對不對 有食證 就讓他每一種食物 都可以去接觸 對 他比較不容易產生 胃腸上的問題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而且不要就是吃東西 要注意 你是不是喜歡吃冰 我喜歡吃甜的 甜的 我喜歡吃甜的 甜的酸味 對 因為甜會刺激胃酸分泌 是喔 對 所以吃甜食容易會到 難怪有那個廣告嘛 喝咖啡吃甜食 又讓你胃食到膩瘤了嗎 對 吃甜的 放心 我已經幫你準備了 沒有 尤其蛋糕有那個鮮奶油 那個 像有一些我胃比較差的朋友 他說那個很甜的蛋糕 鮮奶油 尤其上面很多鮮奶油 那你吃下去 在一個小時之內 胃酸 馬上一直打嗝 真的啊 胃食到膩瘤 你講蛋糕咖啡加鮮奶油 這感覺好像下午茶必備 得乳癌的女生 得乳癌的人 十個裡面九個都是吃咖啡加乳製品 這麼可怕 為什麼 我得到訊息以後 我太太幾個同學 大概有兩個同學 得乳癌 我就直接打電話問她 問她那個飲食喜歡 我說你是不是喜歡喝咖啡 她說是 我說你喝咖啡是不是都是加乳製品 包括那個奶油蛋糕 那個都很喜歡 對 真的她就在吃 我問了兩個 兩個都是這樣子如此的 馬上變化就問 我馬上問 我馬上就求證她 哪一邊 當時求證她 當時這個人 那我就建議她 你喝咖啡可以 不要加乳製品 對 就是加純咖啡 第二個呢 鮮奶油那種就少吃 所以不一定說是這個 但是我問的兩個人 兩個人都是如此 所以吃很重要 所以吃很重要 所以回過頭來 你吃的不對會傷害 你吃的對反而可以保護 沒錯 那哪些是吃的對的 這裡有專家 有沒有跟我講一下 對的嘛 我的臉都是問候 其實有一道比較簡單的一個 湯品 其實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裡做 就是銀耳 桂圓銀耳花生湯 桂圓銀耳湯我常喝 桂圓銀耳花生湯 這個就比較不會加在一起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好像花生是熱量太高的東西 而且它是甜的 我們剛剛說甜的 對 其實我們要注意就是 你使用的糖也要注意 你的量也不要太多 一點點是可以的 那關鍵就是在於 因為花生其實它還有一些 抗氧化的成分 而且它的油脂是好的油脂 對 因為我們後來會覺得 花生不好意思 因為市面上有太多加工的東西 加了過多的奶油 過多的糖 對 才讓花生變得不健康 但事實上花生本身其實是一個 滿健康的堅果類 對 那其實這裡面還有一個重點 是因為白木耳 白木耳它其實裡面還有膠質 那這種膠質其實會 對於我們胃部可以造成一個 類似像一個保護膜的 我好聽說 別說那個黏膜 山藥也是故味 是不是這樣 我好像也經過這樣的說法 沒錯 對 確實是 因為其實有一些食物 我都會滿推薦的 例如像高麗菜 故味六大推薦 高麗菜 然後山藥 木耳 果真 秋葵 你可以去刮職業了 對 對 因為像秋葵它也是會產生 對 黏黏的 老一輩都說要吃秋葵 那穿青也可以吧 穿青 這一類也可以 有年 我去找你營養師叫 你做主持人浪費 對不起 他很聰明 舉一可以翻三 對 是 所以這一類的食物 其實對胃部保護的效果都非常好 其中包括高麗菜 高麗菜 對 高麗菜我不懂 為什麼會高麗菜 高麗菜很特別 原因是因為它裡面還有一個寒流的化合物 寒流化合物 對 我們叫維生素U U 對 維生素U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 我們去定義它 根本沒聽過 比較新的在營養學上 我們重新定義它 因為高麗菜裡面的這個成分 它會針對胃部這種 已經有很多研究證實 包括你有胃潰瘍的問題 我們燉這種高麗菜汁來喝 都是有療餘的效果 高麗菜汁 直接燉啊 對 比較傳統的一些古方 他們也是用高麗菜汁來喝 來保護胃 對不起 我有問題 是 請問過於油膩的食物 對胃也不好對不對 沒錯 那就對了 我們去吃豬排的時候 豬排飯的時候 是不是 底下都墊高麗菜 就是怕你的過油對不對 原來高麗菜可以顧胃 這是你自己講的 是真的因為這樣嗎 的確是這樣 高麗菜來講 你就拿高麗菜清煮 放點薑片吃就很好吃 就是清湯什麼也不要加 高麗菜汁 高麗菜非常好 可是它沒有黏膜 好神奇 對 它有什麼U 對 維生素U 它比較特別 它是透過維生素U 它來讓胃部的 這個胃潰瘍的因子 可以消除 這個維生素U 當初被發現也是很 有趣的一個故事 就是那時候 在歐洲有個科學家 然後他就養兔子做實驗 兔子 他就覺得這些兔子奇怪 他不是吃紅蘿蔔嗎 對 因為他會餵一些青菜 什麼的 他就覺得 你說吃青菜有命蠻苦的 我幫你弄一些比較肥的 一些那種黃豆 那些東西為你吃 想說會不會長比較好 就吃一吃 結果本來好 好端端的兔子 吃一吃全部都倒了 對 都生病了 然後又吐又拉 什麼問題都來 後來看了 想說好吧 原來你不喜歡這樣 是我害了你 然後我拿那個高麗菜給你吃 想說就送你們最後一層 就吃一吃 又吃了兩三天 全部都好了 那科學家 他當然跟我們想 我們一般就說 好了就繼續吃吧 人家就想說 那是不是高麗菜裡面 有一些東西 對它的胃腸是有幫助 他去研究 才發現這個維生素U 所以是兔子拯救了全人類嗎 是這樣講的嗎 對 因為我們現代人也是一樣 我們現代人 就蔬菜吃越來越少 所以胃的問題 就越來越嚴重 而且因為工作壓力大 對 所以余醫教訓就說 其實真的無法理解現在 但是我們這種上班族 真的可以理解 這種壓力真的很大 跟你們不一樣了 對啊 我們做主持人 壓力很大 對 他被那麼多本 他也沒辦法 不是 你們的壓力 我一直認為是 壓力來自於自己 其實以前我們的壓力 比你們現在大 為什麼 因為很克制 第一個 以前生活不好 你像我讀書的時候 交學費 還要去分期付款 還要去找這些學費 去給老師怎麼講 來想一想什麼方法 給老師講 給學校講 可以分期付款 第二個 書都是課本 哥哥用的 弟弟用的 就是借來借去 對 隔壁的鄰居 還想上老金 他家有沒有幾年級的書 可以拿來用 那時候的壓力比現在大 為什麼 你還要自己想辦法去找課本 現在生活好了 給錢 給錢馬上買 又說書不夠馬上買 對 這個筆不夠馬上去買 那現在哪有那麼多筆 以前筆就是一支 鉛筆就用到底了 對 因為現在壓力太多選擇了 那現在太多選擇了 這也是壓力 自己變成壓力 他有我沒有 壓力就增加了 所以這個壓力 要怎麼樣來解除 壓力解除了 腸胃就會好了 就好了 也要聽聽靜聽 你怎麼樣去緩解那些症狀 沒錯 怎麼樣迎接健康的人權 休息一下馬上 你討厭吃香菜嗎 我們發現人類有幾個嗅覺的基因 其中OR6A2基因 這個是影響到你的嗅覺感官的功能 那麼香菜裡頭含有的這個乙醛物質 其實跟肥皂有點像 所以有些人不敢吃香菜 會覺得它肥皂味很重 就有可能是你天生的這個基因 有變異喔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健康智慧王 生活好智慧 健康好簡單 謝謝惠文 我是馬六 我們剛剛講到這些 腸胃不好 要顧腸胃啊 對 還有經驗喔 對 經驗最多了 對啊 分享一下好不好 林小姐 好的 因為我們現在上班族 其實大部分都是外食 對 其實你要說像營養師說的一樣 就是食物吃得很均衡 其實很難 但又不想要吃藥 因為吃藥也直到就是傷身體嘛 我跟你講 吃藥就三分毒嘛 對啊 其實吃藥吃久了 自己會害怕 對 所以後來就是我想說 像營養師剛剛講到的就是 維生素U 就是我上網搜尋一下 對 那就是發現高麗菜裡面 有很就是 有這個維生素U 可以幫助顧胃的東西 可是我有 我這樣每天吃我會膩耶 高麗菜這樣子 對啊 我跟你講 我有經驗了 又來了 從第一集開始 他說有個吃香蕉什麼 我說我要吃多少 要吃25根 那你這個高麗菜要吃到多少 高麗菜 一卡車 對 這個一定是高麗菜吃到 吃到整個爆炸 一卡車 對啊 因為其實也不可能每天都吃高麗菜 然後用外食型你要去找 每天都就是跟老闆說 我要點高麗菜 就是自己也很膩 所以我後來就是想說 就是上網找到 有些保健食品 對 所以其實保健食品吃得比較安心 因為其實就是保養 以最快的方式獲得最大的效能 對啊 它不是像藥 所以其實吃下去之後 自己覺得 我其實是滿健康的 對 所以後來就是 我有帶來給大家 就是高麗菜汁 黑黑的 高麗菜汁 對 高麗菜汁 高麗菜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可以試試看 這個顏色相當的 好特別 相當的 黑咖啡嗎 通常在颱風過後 自來水場的水還沒進化 你都有點像苦茶 我都吃完飯後喝 飯後喝 對 就是吃小小的飯 然後就是胃口不是很好 但是就是因為會脹氣 或是會覺得說 腸胃有在攪動的感覺 所以我就是會喝這個 但它有一點就是 菜汁的味道 其實我老實講 聞起來真的是 這是顧胃見胃的 應該是顧胃的 是顧胃的 就是幫助我們胃 就是比較好消化這樣子 對 聞起來有點酸美的味道 有點落成花的那種 對 但是沒有這麼難喝 有點酸 它其實不會難喝 我自己是覺得很OK 其實不看顏色 我說真的 就是果菜汁 對 金粒湯的那種味道 對 對 好像有點甜菜根的那種感覺 對 酸酸菜就是一個果菜味 果菜味 對 果菜味 你這樣子你的 你覺得你的腸胃就比較舒服 我覺得就是 你跑廁所 或者是脹氣的狀況 沒有這麼多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其實沒吃什麼東西 但是還是會脹氣啊 就是還是會覺得說 就是 消化沒那麼好 消化沒那麼好 然後偶爾你可能 如果再起來走動的話 可能還會打嗝這樣子 所以就是會 你脹氣的時候 又吃不下了 就是會造成這種循環 對 所以我就是吃完飯後 就是會吃 那我覺得狀況其實有減少 就是感覺就是胃稍微比較健康 就是越來越健康的感覺 但是你除了喝這個 也是只能說 不是補足一點部分 最主要你要自己 要學會抗壓 對 你對工作的這些壓力 如何排解 對 那你是怎麼排解呢 就是 私底下跟同事 一直罵老闆 我們在節目勾出以後 會不會覺得 我就不回家 再也沒有工作壓力 不到我勾資 對 那希望老闆不要看這一集 你都怎麼排解壓力 我好像 沒有啦 我好一點點 我可以用精油來泡澡 這是朋友教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跑 所以我壓力太大 各位觀眾朋友 這 貴婦啊 用精油泡澡啊 不要這樣 不要來找我借錢 不要來找我借錢 你看一般OL 都是坐在牆角 幾個人 邊嗑瓜子 邊罵老闆 貴婦就是精油泡澡 用精油阿阿摩 對啊 他來主持這個 都不是來 不是為了生活的 他是交朋友的 光聽到我都胃痛了 對啊 這時候麻煩你啊 聽說他有效 再多喝一杯啊 不過我們通常 壓力要排擠這個 要有自己的方法 像譬如說 我說真的 今天來主持這個節目 其實之前我就沒有吃飯 因為我會覺得 吃完飯好像會覺得自己會笨 因為血液會到胃裡面 所以會覺得反應會遲鈍 所以我通常主持晚餵 尾牙這些 我通常都不吃飯 其實有壓力 所以這時候就是 我們可以用一些 顧胃的好方法 確實是 因為我們都會建議說 其實最根本的方式 就是你的壓力要排解 還有就是你吃的東西 一定要正確 還有知道要選擇一些 對你胃部會好的成分 像我們剛剛講的 高麗菜的維生素U 就是保護我們胃部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成分 另外還要有充足的B群 跟維他命C 其實讓我們神經 跟腸胃道蠕動 運作也會比較順暢 對 為你好啊 像剛剛馬力歐真的是老經驗的 他知道 如果我們要直接吃這些食材 你就是都是 可是直接從產地 你跟我講幾斤嘛 幾斤的高麗菜 你直接到田裡 直接一車到你家 老闆這一母地我包 全部高麗菜出售我家 所以呢 因為這些好東西 好的這些營養成分 其實它都含量很少 對 如果你說我平常 我現在胃部很好 那我沒事偶爾吃一下 OK的 那就夠了 太多其實也不是很需要 但如果你的胃已經覺得說 好像不是狀況很穩定 你就要多吃一點 那其實像現在呢 像我們剛剛喝這個 有一些蔬果的味道 那是因為它裡面也有這個 高麗菜 我覺得它口味還不錯喝 對啊 因為這是天然蔬果的東西 對 那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 它天然的味道 可是顏色可能不是那麼的 吸引人 春天然的最好 對 對 那你說要把它調得 這個五顏六色很漂亮 那當然 那就是吃鹽料就好 吃香料就好 那其實像它這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樣天然的味道 因為像剛才 朱青這邊有提到 白木耳 白木耳嘛 還有高麗菜 還有山藥 還有高麗菜 它裡面都有 所以你不用分別 因為這個跑去蔬菜攤 還不一定一攤買得起 真的沒有那個時間 對啊 那你還要煮還要洗 那你弄完 真的已經痛死了 我累了 還是精油泡澡就好了 其實我不是說怕煮 我也不是去怕買 我是怕吃要吃到超量 對 對不對 你那個要 一定要集到一個很大的量 而且我感覺這個天然的東西 總比那些化學的東西要晚 就是你吃的會比較安心 它是先從保養開始 對 慢慢再先講求不傷身體 再講求功效 先穩定住你的一個身體的狀況 我們先不要讓它惡化 慢慢的把它調整回來 天然的比較好 所以譬如說我們剛剛有提到急性慢性 在急性的時候就吃嗎 還是說譬如說我現在要做一個保養 現在我們上班族 就應該每天可以來做一個保養 到底該怎麼做是比較好 其實我們一般上班族 剛剛靜庭這邊有講到 一般上班族其實都有什麼胃不舒服 對 吃胃藥 吃胃不好 喝胃乳 其實在辦公室都借得到 而且現在很流行 就是我胃不太舒服 誰有胃乳 那就是所有同事一起吃 凝膠 那個凝膠就是那種凝膠 就石灰那種 那不好吃 有點像在吃礦物 對啊 可是胃乳它裡面有什麼 其實大家很多人吃過胃乳 有 但是裡面有什麼東西 大家不是很了解 那其實胃乳裡面呢 它就最重要的治酸劑 防止胃酸 對 那還有鋁 它的功能也是一樣 就是去中和你的胃酸 避免胃酸分泌太多 那防腐劑一定要 因為你是隨身帶著嘛 對 有沒有新鮮的胃乳 還是你要防腐劑 那為了要改善你的那個口感 因為其實 如果你吃純的治酸劑 其實很難入口 吞不下去 而且我們吃胃乳的時候 不知道誰跟我講說 你不要配水喔 配水會稀釋掉 所以就是直接就是 我倒沒想過 這位的話大家就這樣 直接擠進去 就是擠進去 然後就是不要 你不要再喝水 喝水就整個就是水水了 就是要濃濃的這樣 那個不好吃 那很不好吃 而且那個治標不治本 因為我們的身體它有一個慣性 它就是說 我現在分泌這麼多胃酸 你幫我壓下去 那我再分泌更多 對 那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呢如果 你化差那些都是都不好了嗎 都是對身體不好 都是化學的東西 對 那其實如果 當然你如果胃狀況很嚴重 看醫生 餓的話不說不要脫 因為有可能你胃潰癢 胃穿孔 胃出血 已經胃出血了 對 那如果你覺得 是偶爾發生一下 讓你覺得生活有點不舒服 不便 那這時候你開始用一些 比如說改善你的生活的習慣 或者用一些保健的食品 慢慢來調理 那有一天你就可以跟這些 那些藥 胃乳這些 可以告白 可是我比較好奇 就是 幾歲開始統後 就譬如說你是從我們念書的時候 壓力大了 是不是可以開始來顧腸胃 還是說上班之後 像靜庭那樣上班 飲食不正常 要怎麼樣做才是最好的呢 休息一下 馬上關心 歡迎收看金康之惠王 生活好之惠 健康 好簡單 我是慧文 我是馬劉 你怎麼問我 我叫你胃痛 沒有… 對… 錄影中有壓力嗎 不像你還交朋友的 我們想要把節目做好啊 要把好的資訊給大家講啊 對不對 壓力很大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吃嗎 通常其實會有這種 胃部的問題的話 其實代表 這個就是症狀了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胃痛的症狀 其實可能背後有一些問題 要特別小心喔 對 因為有可能你是 胃處在慢性發炎 或者是甚至於可能有胃潰瘍的問題 胃潰瘍聽到就好恐怖喔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人 可能有潛在胃潰瘍的症狀 但是他們自己不自知 譬如說 例如說你可能容易胃脹氣 胃脹氣 容易經常性的… 是這樣嗎 對 對 然後經常性的胃痛 或者是經常會有容易有 噁心嘔吐的感覺 或者是食慾不好 那另外比較嚴重的就是你的 上廁所的排便的顏色比較深 正常來說我們顏色應該要金黃色 但是如果你偏深褐色 或是深咖啡黑色 就不好 這種就是都是有問題的 其實喔 其實我說真的 其實這個胃的這個方面 其實我還真的是有點小專家 小專家 我覺得你是大專家了 其實說真的 從生活飲食這個最重要 這麼要看起來就是 你不能說等到真的胃 真的在痛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已經是 痛 已經是半條命了 半條命 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痛 我們胃痛都有經驗嘛 不會說一整天痛 大概都痛了大概幾十分鐘 然後過了之後 因為可能那個交感神經已經麻痺了 它已經讓你不覺得痛了 所以你會覺得 你應該是好 實際上並沒有好 它還是在持續這種發炎中 可是等到長期時間 比如說兩個月 三個月之後 它慢慢這個 它是你沒有在照顧它 它會一直在發炎嘛 對 等到真的已經大大的症狀出來之後 那個時候你要想要來彌補 那很難彌補 我只聽過什麼 然後肉吃進去 我就舒服 那個都還好 所以為什麼最嚴重 會到胃穿孔 就是你潰瘍到 最後胃壁越來越薄 薄到已經破掉了 那就穿孔 那就是要開刀了 對 所以你剛剛講對的 第一個就是生活習慣的問題 因為你今天是胃痛了 不是說今天發生的 對 一定是長時間產生的 對 那你已經現在痛了 你想要恢復 也不是短時間可以完成 對 也要長時間的 對 所以有胃這方面的問題的話 第一個 趕快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對 一個照三餐 就是你現在吃不下 照三餐吃 沒錯 定時定量 稍微吃一點 吃一個對你有益的 第二個 就是得了的話 得了就是胃病不行了 也要改變你的生活方式習慣 這樣才會長期能夠 對 你短期吃藥是 那個都是治標不治本 對 救急救不了以後 對 所以我建議有胃的 還沒有得胃病的人 還沒有胃不舒服的人 從現在開始要正常生活飲食 得了胃病的人 現在的話 也要恢復你的正常飲食 對 這樣可以說長期治療 當然不得已去看病 到了穿孔已經是要命 因為我們現在是 因為現在都是文明病 對 可是說真的 大家現在都在工作上面 對 所以一定有一定的壓力 你吃飯你也不會說 一定是很定時定量 所以造成很多現在的病症的發生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從現在開始 有介紹你好的管道 讓你去保養 機車也是一樣 每個定期一千公里 要換機油 池輪油 你不要等到火燒車了 你不要等到真的已經 煙已經快炸掉了 那對不起 你要彈鋼了 那就是跟那個道理一樣 應該就沒有救了 你就沒有救了 所以等到你說真的要痛 再去看 造胃鏡是很 那個很不得了的 大家都很怕 那個是 我不曉得那個時候 要麻醉還是怎麼樣 而且大家聽我們講胃病 好像就覺得小毛病 這個是 因為我以前也是這樣認為 那我那個時候呢 就是愛喝酒 愛喝酒 對 喝多了 胃疏血了 胃痛想說 胃痛忍一下就過了 然後男人就是 這點痛忍不住 然後就痛痛痛 結果有一天喝酒吐 吐的奇怪 吐血啊 像演戲一樣 我沒喝紅酒 為什麼吐出來紅色 第一次我還不理他 第二次覺得好像不大對勁 去看那時候已經胃出血了 喝酒喝到已經 可是那個你發生過一次 你就知道怕 因為醫生就說 你不要命的話 你就繼續喝 你就繼續喝 完整就是說可以正常 隨便吃 愛吃東西的話 兩年 兩年 整個弄好兩年 對啊 不誇張 前面的比較嚴重症狀 你大概半年 大概就比較好 但後面你偶爾還是 因為你後面會變很小心 很敏感 你有時候吃到一些冰的 太甜的 或者是什麼樣 你就會覺得 好像還是怪怪的 那等到差不多兩年以後 才是慢慢的 好像真的比較跟正常的 算是一樣 靜庭你的前車之間在這裡 真的 好恐怖喔 可是確實是 因為像我們胃部 其實它有一層保護膜 叫做胃黏膜 對 那其實這個保護膜 就有點像我們地球的 大氣層一樣 它要養 如果你有破洞 紫外線就會進來 你的胃壁一樣 如果這個保護膜有破洞 它的胃酸就會開始侵蝕你的胃壁 是 那麼其實當如果你侵蝕了之後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些不舒服的症狀 如果你忽視它 其實你要花很長的時間 去治療它 所以最根本的辦法就是 我們要讓這個胃壁 能夠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防護罩 保護著你的胃 不會讓胃酸去侵蝕 就是反正言歸正常 就是保健工作 越早做越好 沒錯 因為你沒有辦法決定說 你一定是照三餐吃 吃得很定時定量 每天早起 然後十點就睡覺 不可能 因為每個人現在的社會 生活環境都不一樣 所以保健 從現在做就對了 可是我要問 像我現在沒有症狀 我是不是要保健 像它症狀那麼嚴重 還來得及嗎 其實透過後天 一些調養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盡可能 不要讓問題已經 研究到很嚴重的程度 才來做治療 要不然像這樣一年兩年 你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一次一定症狀 馬上會再出現 是 但是其實除了 我們日常飲食之外 其實你可以用更早的方式 怎麼樣更早 目前其實光基因檢測 也可以了解 你天生是不是容易 會有一些腸胃的問題 對 我們這個都可以 現在好科學科技 因為其實有沒有發現 這種腸胃道的問題 有很多也都是 跟遺傳有關係 對 那麼其實透過 基因檢測也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天生容易 會有一些 腸胃道有疾病 包括蝦化性潰瘍 蝦化性潰瘍 包括胃跟十二指腸 都有可能 還有就是逆流性的食道炎 也就是我們講的 胃食道逆流 這個現在超多人的 胃酸過多 胃酸過多也是 這個也有可能是 跟基因遺傳有關係 然後另外一個是 大腸急躁症 這個網友 對 會有人講的 對 會緊張 因為大腸急躁症 很多人以為是拉肚子 但是其實通常 它是便秘跟腹瀉伴隨的 交替的 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對 所以透過基因檢測 其實可以更早 進一步了解 身體的腸胃道的狀況 各位觀眾朋友 腸胃的保養 要急早做起 不要等到到時候 痛的時候再看醫生 那就來不及了 有任何的問題 請答我們的資訊專線 我們會有專家 來為你解說 歡迎收看 拜拜 拜拜 真的沒有 這個胃痛起來很好 腸胃那個我覺得真的有 厲害 因為我媽媽胃很糟 超糟 所以我就很想吃 我們家裡有很多 我們家裡有很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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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